这是蚕死官杨哥 看到我这个没有 这是个好东西啊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就来个开箱测评 看一下这个宠物小推车 它的性价比如何 开始剪掉 有点迫不及待 打开了 捞出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嘞 啊啊啊啊啊 666 你看感觉还不错 看到没有 应该就是这样弄的 然后把笼子装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 这笼子怎么装的 这个装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看到没有 我已经给它装好了 是不是特别的帅 这个小车啊 感觉还行啊 装起来其实并不难 然后这个车啊 我觉得 最好的设计就是它可以折叠 我们来看一下啊 按住这个按钮 然后旋转 很方便 很方便 啊 这样松开就OK了 它这个车呢 上面是 放狗膊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样 这边呢 是顶端有一个那个 透气孔 感觉还是比较能性化的啊 然后这边 你们看到没有 很大的一个透气孔啊 而且这个呢 它可以打开的 看到没有 这个打开完之后呢 可以这样 点上去 然后这边可以粘住的 这样透气性非常好 如果说你们 带你们家去 外出玩的话 这样它可以自由进出 透气性非常好 里面还有小垫子 很舒服的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放杂物的东西地方啊 放一些水啊 它的零食啊 这些东西是啥的 这车啊 好看还不行 得食用啊 现在拿我们家 那两个派土 来试一试看 好吗 看我们家两个小宝贝 在里面 空间大大的啊 哈喽 哈喽大家好 进座我的 四页银子了 我觉得这个车 还是挺不错的 性价比各方面 还是比较实惠的 我们家两只狗 在里面 完完全全带得下啊 它这个车 最大载动量 是15公斤 也就是30公斤 看套量 在里面舒舒服 来下来吧 下来吧 下来 放 好吗 下来 你们觉得这款车 怎么样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的 请记得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